也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市長 市長 最近今天這兩次兩次的舉辦 都要談到遠見雜誌的這個排名 是後段班 剛才妳說妳覺得不好意思 很丟臉 那我想說其實對妳來說 我個人是覺得說支持幸福有 我覺得如果可以迎頭趕上的話 我是希望市長能夠再加油 特別是今天 妳從市政府過來 看到了我們心理局局的女長 長輩的民眾的一點成績和抗議 我必須講 過去這些在門口抗議的這些民眾 他們也曾經在郝市長任內去做抗爭 為什麼 因為當時 廣時的公益駐船 郝市長他是打算要幹一千五百戶 一千五百戶的時候 他們這些民眾就已經在抗爭了 所以我必須跟市長講 今天來抗爭的這100多年 這樣200多年 我可以跟你保證 有大概一半以上的人 他是支持你的 因為不滿好事不吹 他們是支持你的 所以今天 你的美劍雜誌台銘是調搜尾 你說你覺得很丟臉 其實這些愛你的 最近你的市民 你可以想像到他們心裡面有多傷心嗎 為什麼你今天會排名到這麼後面 其實我個人觀察的一年多了 我真的覺得 市長 你所有的決策 方向不明 決策 思慮不夠周全 之後呢 你完全沒有請你民意 完全沒有請你民意 包括今天到這邊還抗爭的 是100多的人 包括這三個民眾 他們在選前 他們也跟你講說 這邊的開巴士要怎麼 他們的理想是什麼 可是你沒有聽進去 選後不斷的誠心 你還是沒有聽進去 今天我在這裡 我非常的生氣 我也很高興市長 我為什麼說你的團隊完全漠視民意呢 我要證明你漠視民意到什麼程度 你們的團隊 包括你們招勵局長 耳朵是怎麼撲起來的 你怎麼遮起來的 完全聽不及民意 行進站停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做了這幾個條件 市長其實每次的詞訊對我們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實力也是非常寶貴的 我想很清楚 剛就院的時候 是103月12月25號 有沒有宣誓就任 我在104年的2月16號的時候 就是在除夕的前一天 2月17號的時候 我就進去問市長 市長 你看我 你不用看得了 你看我 那個時候你記不記得 我找市長去找你 當時民眾議長 你不在現場 你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你才上任 大概兩個月左右 我特地到辦公室去看你 我有講到 我有講到說 當時好市長 他對廣次開發 清楚反對 民眾沒有辦法接受 市長 你現在在廣次開發 還在訂購之前 你可不可以請你名義 可不可以對這個事情做修正 當時你告訴我說 可惡 我們兩個人在這邊 我馬上到你周銀 去開公聽會 好了 我去看你的時候是2月17吧 除夕前一天 你們到了3月16 你們真的是已經 開了公聽會 當時我立刻報告書記 你資訊 為什麼 因為我去看你的時候 聽告訴你 你1500戶 你都在抗議了 可是你3月16號出來的東西是 2800戶的公共住宅 2800戶的公共住宅 市長 市長 誰在抗議 那個 局長 你先請回好不好 你先請回好不好 市長 經過一個多月 你出來的結果是2800戶的公共住宅 你在說服會的時候 2800戶的公共住宅 之後呢 4月15號 在你市政報告的時候 我提出質詢 104年 9月25號的時候 市政報告 我又提出質詢 到了104年11月 我提出書面質詢 5月9號的時候 我又在公務部門 就在這個月 我又在民眾市長質詢 我們執行了這麼多次 你們完全沒有相應回應 我們再看看你的公聽會 3月15號 就剛剛跟我講的 你對民眾宣布了 你要2800戶的公共出來 民眾一片花染 一片花染 8月24號 都在民眾財政公聽會 11月11號 說明會 12月20號 到4月5號 成果包辦會 所有的回答中 民眾每一次 每一次 不斷的 不斷的 不斷想要把他們看完 可是 市長 新一區 五處基地 總共6776戶 你從來告訴我們說 新一區怎麼檢掉 新一區怎麼去配置 你今天告訴我們 文山區的民眾 軍民說 文山區的公民住宅 我們會做調整 暫時 預算編列 你朝過文山區 那你看看新一區 我們新一區在多少年前 你下任兩月開始 我就去市長去找你們 一直到現在 完全沒有 恨動你們 決定要蓋公共住宅 西嶺 完全沒有 你知道最後是什麼 兩千八百戶 我們要降到兩千四百戶 市長你知道是這樣嗎 套房 變三房 兩廳 三戶變一戶 你大老戶數叫下來啊 可是你的量體有沒有變 你的量體有沒有變 你的人數有沒有變 所以 市長 我說 有這個團隊叫做 民館 這個民館 而且你做的裝睡 你做的裝睡 你做的裝睡 在怎麼講 你們都沒有 謝謝 謝謝 在你坐下好不好 好大喔 好大喔 閉嘴 閉嘴 我喜歡 現在的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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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兩千八百次到現在維持 你們把號房變成三房一或是三房兩一 或是兩房一 所以你們都算是很少 可是你的量子完全沒有平常 完全沒有平常 所以我說 你為了兌現你自己的政界國家 還有你要兌現被新年的居住政權 你從來沒有看到在你的居住政權 你是怎麼樣要採配當地的居住政權 我舉個例子到上面 就是剛才我們在門口我們喊 保留公園 保留公園 為什麼我們要保留公園 市長 我們看一下下面一張 市長看到嗎 這個是 過去從九十五年開始 是任務對於廣次的規劃 九十五年的時候 我們當時是國際開發 他是 沒有我只是要找一下 做了六百戶的公園住宅 他是六百戶是老人家社區住宅 就是所謂的公園住宅 當時九十五年的時候 是 活的開發公司 他的社會設施是 我們不要看他的容器 你可以看到他 他是做什麼殺戶 第一個是社會設施用地 第二個是公園用地 第三個是商店用地 當時他的公園住宅是六百戶 到一百零三年 同一任內的時候 他做了哪些 社會設施 公園用地 商業用地 一樣是保持三個開發 他多少 公園住宅 一千四百戶的公園住宅 公園在不在 市長看公園在不在 公園在不在 公園住宅 百分之四百 全部都是很專業 公園跑到哪裡去了 市長 公園去哪裡 公園不見了 在幾次公立會裡面 我們居民告訴局長說 我們要公園 我們要公園 局長說 我還是給你們公園 因為我們有開放公園 開放公園等於公園嗎 市長 開放公園當然會等於公園 怎麼會是公園呢 你把公園變不見了 把公園變不見之後 蓋了兩千八百戶的公園住宅 人家新地區工作 我們來看一下 市長 為什麼我們今天 希望保留公園 我們在幾大園裡 沒有一個公園 超多一鐵沒有公園 大到五鐵沒有公園 不僅都沒有公園 你們政府非常的感激高 他們說你們有四壽山嗎 市長 四壽山你們是底下公園嗎 是離地公園嗎 你看看 我們這些區 你對這個公園的依賴度 在到生活裡面是多麼的需要 市長看到了嗎 每天早上傍晚 我在早上傍晚出來的照片 所有的民都把自己當成是他的生活中心 這個對於有限城市 移居城市都是非常重要的 市長 你不是一直在你的市政報告裡面說 你要打造台北成為一個移居的城市嗎 這些公園 這些公園 對我們地方上的民意太需要了 我們再看下一張 你看看 光是老樹成藝 老樹成藝 我們這邊是一個人口非常老年化的一個領域 我們許多老人 在下午的時候 傍晚的時候 不管是外勞或是自己 他們回到樹下去 去做他們的社交生活 社交活動 樹 將來也要透過你們的 你們的建設樹 可能就會比較不少 我們再看下一張 你看看 年長者的廣時公園 他們在這裡 他們可以經歷他的友誼 他們在這裡 他們每天下午都要來 今天 如果你把這個廣時公園 你把他產毒之後 你給他的 你們傷害到當地的情感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我們再看下一張 不只是老年 你看看小朋友 這小朋友 每天 不是我請他們來拍照 是每天都在這裡 打球 騎腳踏車 在這邊交他的朋友 大大小小的小朋友 都在廣時公園裡面生活 他們生活裡面 廣時公園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 看到嗎 這個不是我找他們來照相 是他們在那裡 是沾油光跟他們照相 那麼小的小孩子 鼻掌 我們隨時去 就看到有人在那裡移動 是假的 是假的 跟李明心理相關的快樂嗎 你居然這麼狠心 你居然付出民意的要求 你居然不在乎 民眾的生活形態 生活權益 在意的居住正義 這些地方你將來 你都會把它採掉 一定要帶錢大王 美好的草地 成名的老樹 你要把它處理掉 把它變成水泥森林 你覺得民眾可以接受嗎 你覺得可以接受嗎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 其實 市長 我的客人對你 其實是充滿了期待 你可以看看嗎 第一任的台北市長 披薦公園的狀況 房大公市長 披了大安森林公園 兩百二十五萬九千兩百九十三 一萬公尺 陳水敏市長任內 十四十五號公園披薦 馬英九任內 中央藝文公園 好龍兵任內 後山土公園 客市長 我們打通話去做的 你所有團隊 吳一下在你任 你打算替什麼公園呢 你要拆除 一萬六千 補上共持的寡司公園 你要新建公佔 我覺得 你這樣子大招復揮 就要把這個人民賴於 不要說賴於生存 依賴過這麼高的公園 不要怕掉 我覺得住在這裡的居民 情和理 就像我之前告訴你 我真的可以給你保證 在這裡抗爭的人 在這裡告訴你的 我告訴你 超過五成以上 真的都是支持你的 我可以給你保證 他要希望什麼 他最低迫的要求 就是說他這個計劃可以保留 可是當你市政府非常惡劣的 就是你們自己 透過你自己的權力 摒棄原油 你濫用都市計劃法 進行都市計劃變分 所以今天才會有百分之百 變成你自己要使用 把公園備表 這個就是你的權力 所以我一說 一大高一規 你要把公園備表 你就把公園備掉了 這對我們居民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市長你平一點 等一下我要讓你說一下 不只是這樣子 我也不去提醒市長 我們這個地方 不是只是 只是你將來 你要派公園住宅 現在很多人說 我們是擺公園住宅 市長 我們這樣的抗爭過程當中 你自己摸著良心說 我有一次告訴你說 你公園住宅 不要進來這裡嗎 我們有這樣嗎 講話市長 這錄音的 我們從來不可以告訴你說 我們不要公園住宅 我們只是希望保障我們 戰力的居住正義而已 結果呢 現在我們被貼上 把本公園住才標籤 我們覺得 市政府也沒有出來 替這些民眾講一些話 完全沒有 我必須也提醒市長 民眾民事長說 我們是政治私的排隊員 反對 寧可財團 不要社福設施 市長 社福設施啊 這個是亞洲最大的社福設施 你知道多少帳碟嗎 全日行的老人亞洲照顧 全日行的老人失智亞洲照顧 老人日間照顧 住宿型身心障礙 障礙亞洲照顧 身心障礙日間照顧 社區日間作業 身心障礙生活重建 適當的社區生活重建服務 身心障礙資源重新 市長 今來的帳碟有這麼多 你怎麼告訴我們說 你不能進社福設施嗎 你都沒有告訴我們 你都沒有告訴我們 我們不要設施設施 如果今天 你可以試試看做的實驗 你把一個全日行的老人失智 兩路中心 你把它設在任何一個區域 開門那邊去的 議員會不會跳腳 會不會跳腳 會不會跳腳 可不可以今天 塞進來多少社福設施在裡面 當議員有說什麼嗎 難道 我們接受這麼多的社會設施 你就不能清清好 不能體驗一下 我們在任的民眾 把公園保留下來 至少將來這些老人 被照顧的老人 他們也有地方可以去 不是嗎 不是嗎 你今天怎麼這麼殘忍 怎麼這麼殘忍 你只要你自己的 你沒有想到你做要求 你做不要求 今天在地的人 都全然接受你的社會設施 今天還被批判成是自私的人 自私的台北人 我還要自私 他們情何以堪 情何以堪 今天兩千八百步 我還是要講 你們的交通不想評估 也讓我覺得非常非常能夠的 多發局 在這本 就是所謂的總諮詢的報告當中 補充說明 一體補充說 你會提到什麼呢 提到說 廣次開發後 交通促進評估 由開發局的第一級以上 降到一級跟F級 不知道 F級是什麼 你知道嗎 資金你知道嗎 交通不秉持是要告訴你 交通不秉持 A B C D E F 六級 六級 最好的就是A級 最差的就是F級 你知道嗎 你們自己 市長 你們自己的名故 告訴我們說 交通通級 會由原來開發前 就是現在 D級 降到E級跟F級 是未來主要交通通級 F級是最差的服務水準 市長 我請問一下 內科是怎麼這樣 你為了解決內科的問題 你也拼命在暴論 你說當時市長 怎麼會這樣子規劃呢 怎麼沒有想到 這個問題呢 那一天我們議員 大學議員 文山區議員 在質詢的時候 也提到這個狀況 他只會說 你既然知道內科的問題 為什麼你還在 文山區在控制 同樣的問題呢 我請你同樣告訴你 你為什麼要再進去 做這個同樣的問題呢 為什麼 你今天準備 你在幫前任市長 擦米圖 市長 你現在你到處去放 夢圖出來 你有幾個屁股可以擦米 市長 你這樣也好多屁股 人家幫你擦多屁股吧 所以 市長 不只是這樣子 我覺得內科 交通通社的情況 陰境互對 現在你都還沒有辦法完全解決 內胡去的議員 也覺得說 你都沒有辦法解決內科的問題 我不希望你再繼續製造問題 不管你在文山區 或者是信義區 不只是廣時這個附近 還有就是信義區的三星段風財基地 我告訴市長 在你們評估裡頭 他現在只是第一級 部分路段開發之後 水準會稍微降 會倒數 變成 從第一級降到F級 然後你們黑花族 你們都告訴我們什麼 市長 第一看 他說 顯示基地之交通衝擊 實屬可接受的程度 變F級 叫做可接受的程度 市長 你們是何不實肉理 你們是 真的是完全在施政 在你評政策的時候 完全沒有能力氣 這個是你們給我們的報告 告訴我們F級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F級可以接受 我們為什麼要做皮膚呢 你不用皮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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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股心都可以接受啊 就是都可以接受啊 然後你們告訴我們說 公共住宅蓋好好的 蓋很公共好 告訴我們說 公產經理頭的交通 我們有很多配料設施啊 整個品質場出入口內地啊 增加主權動機啊 地理影響 外公大陸啊 經過市的看民主規啊 增加草 開放式的雷形空間 還有什麼大眾秘書資訊提供等等 市長 這個絕對不是改善交通的方法 這個是 即便今天是一個民間開發公司 你們都會要求的 最基本的要求 最基本的要求 何況 你們今天建設公司 也不會一下子 綁進兩千塊 你們的公共住宅 結果你們先用最低標準 去告訴我們自己 比最低還要最低的標準 去告訴我們自己 你的民調問題的話 我告訴你不會 我也告訴你自己不通 絕對不會再愛你 絕對不會再愛你 我跟你保證 然後呢 我們告訴我們說 甚至將來我們每個地方 都要做U-Bike啊 是吧 U-Bike是解決交通的外輪單嗎 是嗎 你一個公共住宅兩千八百公共 請問一下你們要放多少 U-Bike呢 以前好樓宇在的時候 我是反對 U-Bike的歷史成長 我當時我有問 我有問 你U-Bike的點 其實也是 你台北市推保 我覺得交通應該有評估吧 當時的局長告訴我們說 台北市最多三百個點 你知道你上面的時候 已經超過四百點 加萬一公共住宅 做完了之後 多少點 你可能要超過六百 市長 政策 老實講 我覺得真的是要 充滿地去討論 政策是這樣子 你今天做了 你未來 其他的市長 可能就要跟著你們 路繼續走 我覺得這也是 我們希望一個 非常適合願景的市長 來引導我們 今天民調暴數 我們覺得也很難過 所以我們 有不同政黨 可是 我會覺得說 我們希望還有市 市民站出來是光榮的 我希望我們議員站出來也是光榮的 我們現在不管是 喪喪起床什麼場合出去 人家都問他 都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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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都問他怎麼辦 我們也覺得 都問他 顏面無光嗎 特別是對於你 支持你的 我們在後面旁邊 有很多的民眾 他說他們是支持你的 就是我剛才跟你講的 你要公民住宅 他們沒有拒絕你 你要設置設施 他們也沒有拒絕你 他們是正在支持你 這樣是愛你 請我們是這樣傷他們心 我必須提示 中央未來 將要害20萬的工營住宅 還有多少會落在我們台北市 現在完全不知 但是 中央的地在台北市 都是經濟好處理 如果要害在台北市 勢必都會造成很大的交通風景 他要害人 也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地是他們 所以到底20萬戶 多少會在台北市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去了解 今天你是給了兩萬戶 你都有空地你就蓋 然後像大陸你蓋到了 那台北市 實際上你的空地已經不多了 你唯一想到的就是 哪有空地 趕快清淨我 我拿開蓋我就去蓋 所以今天 你的公民住宅的分配 非常的不公平 也是非常的不公平 你會集中在市立區 你會集中在文山區 其他區 遙遙可數 你為什麼沒有辦法全盤去通卡 全盤去考慮 你這個地方可以塞進去多少人口 這個地方可以塞進去多少人口 如果多了 就在後面 我也不要 為什麼 因為他不去做公共設施 就像廣時一樣 就在廣時一樣 如果說你今天可以把廣時公園 把它變成使用用途 變成公益住宅 那我們建議你 你去把大陸森林公園改 你有權利啊 你可以看到大陸森林公園 你把大陸森林公園 把他跨進去蓋公園住宅啊 不是就好了嗎 你權利可以這樣子耐用嗎 你的權利可以這樣耐用嗎 你的權利可以這樣耐用嗎 市長 我覺得中央 要蓋二十萬戶 我覺得你要心裡瞭解 到底多少 你多少戶要動都可以 他要蓋在什麼地方 今天文山區 心裡區的 錯誤的地方 你不可以再衝到幾個地方 再來 每一個人都平等 你是政府你要實踐 棄業員的居住正義 你不能犧牲再度人的居住正義 市長可以認同我這樣的說法嗎 市長 我覺得 我建議 我建議 我希望你是一個用工的市長 它是下降 可是下降 它是維持高度100公尺 它可能變成24層樓 往下降24層樓 但是它高度可能還是100公尺 所以 民眾已經告訴你的 它可能是下降 但是這完全不符合民眾的需求 還有就是公園的部分 我剛剛想要居住 居住正義 不只是公園 還有日照權 警官權 都化主導所作 將來的政府 會透過都市更新 之後 所有樓都會蓋起來 是哪 這裡 都市更新沒有這麼容易 也許10年後 也許20年後 可是你的24層大樓 你知道你蓋幾棟嗎 你蓋幾棟24層大樓嗎 你答得出來嗎 你答不出來 你答不出來 其實 今天實在是我要請你 是二分鐘之後 我也很累 我跟我進來跟他罵 你對付的功課 你沒有認真 你沒有做功課 你明明知道這麼多民眾 這麼期待你的公園住宅 為什麼大家要反對他28層 是想 我真的拜託你 你好好的做功課 好好的做功課 你有很多老師 你不要被你旁邊的人 覺得說可以的 沒問題 沒問題 其實問題很多 到現在我也從你上路 我去找你到現在 問題都沒有解決 才變本家 所以市長 我希望你經過 今天我這個題目的次序 你能夠了解 虛逐正義是人人平等 你希望你能夠體驗 我們廣次的這個所有民眾 他們對公園的一切的期待 跟他們深刻的需求 希望在這次序之後 你可以給我們一個善意的回應 可以嗎 市長 可以 可以 好 謝謝市長 時間再停一下 好 市長 好 市長 接著下來 另外一個題目 我在這一次 做一碰門時序的時候 我曾經 我可以 你 我可以 你 谢谢大家